欢迎回来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关注网络贷款公司的发展 虽然很多公司打着P2P的旗号 但线下业务对公司的营收还是非常重要 为什么P2P公司在中国很难做到非常纯粹 面对中国的现实环境 什么样的商业模式最适合网络贷款公司的发展呢 我们的记者近期在上海采访了 有力网联合创始人兼CEO刘燕南 刘燕南毕业于英国华为大学经济系 创办有力网之前 刘燕南曾公职于美银美银的投行部门 和全球大型私募股权基金TPG 从2012年年末网站上线到今年上半年 有力网已经完成两亿左右的交易额 你们公司在P2P这个行业里面 这个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你觉得比较差异化的东西 我们公司可能算是一个 不是那么typical的一个P2P的公司 那么P2P顾名思义 它其实是个人对个人通过网络 获得一个直接融资的这种一种交易模式 其实这种交易模式 目前在中国的国情里面看 实现的会比较差 主要是几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个原因是 中国现在这个信用体系 没有建设的特别好 最关键的一点 其实是网上的这种信用信息 收集的非常碎片化 非常不完整 第二个原因是这种想借钱 他又得有能力还钱的人 他其实不在互联网上 这部分人没有这个习惯 在网上搜索 哪里可以借到钱 至于这几点原因 其实我们觉得 就是说如果你想把一个 个人对个人的接待生意 做得很好的话 必须要有一个线下的分支机构 能够在线下控制住这个风险 尤其是贷后这一块 至于这几点考虑 就是我们是 应该说是有所创新吧 设立了一种 跟线下的小额贷款机构 进行深入产业合作的 这么一种交易模式 我们其实是 在平台上是借不了钱的 我们只面向投资人提供服务 那每一笔贷款 都是由小额贷款公司 进行一个推荐 他们也对这笔贷款 按时还本复兴地提供 一个连带的责任担保 刚才讲话中 也提到这个担保这一块 这一块你跟其他的行业 有什么不同的区别 这一个是一个 消费者保护很重要的一环 因为消费者 虽然说是金融脱媒 但其实我们在中间 其实还是承担了一个 媒介的作用 那消费者本身不具备 分辨哪一种贷款可以借 那种贷款不能借的 这种专业的能力 那他们也没有这么多的信息 足够他们做几个判断 所以我们在中间 起到一个非常专业的 把关的作用 那么有没有担保 其实对他们的保护来说 是很重要的这个不同 那么现在行业里面 有很多种的模式 比如说其实很多公司都承诺 就是我们要提供一个本金 或者本息的一种 不同的公司的担保 那担保这件事 其实我个人的看法是 它其实主要考虑两点 第一点就是 你有没有担保的资质 担保这项事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 第二点是 有没有担保的这个能力 因为杠杆的比例 它永远是任何一个金融机构 都需要考量的一个重要问题 那我们在这样一种 合作模式中间 我们作为一个信息中介的平台 其实是完全不提供任何担保的 我们是通过跟线上的小贷机构 以至于他们合作的担保机构合作的 来给投资人提供 这样一种的这种风险的保障 那每笔贷款 都由这个小贷公司 提供的连贷责任的担保 那我们是通过挑选 合格的这种小贷款的机构 审核每笔贷款 并且进而控制 这个小贷机构本身的杠杆比例 来做到控制最终的风险 知道有利往的这个年化收益率 12%不算低 只比这个温州的 这个明年借贷 还稍微低那么一点点 这个是怎么样能保证 像相对高的这种收益率 其实是这样 那我们在产业中间 做了一个拆分 那我们跟我们合作的 是小贷款的一个机构 那么央行其实是有规定 小贷机构的这个利率 最高不能超过 就是PBOC Benchmark Grade的四倍 那目前来看 也就是24%多一点点 那这样的基础之上 其实我们是把这么一整块的 这个利息的收入的一半 分给了我们的投资人 剩下一半的绝大拨付的 是在我们的小贷合作伙伴那里 他们来收取 那这样就导致了 他们其实中间的这个利差 是相对的比较充分 用来可以覆盖风险的 这个准变金会非常的充足 这是为什么我们在提供给大家 11%到12%的这种 年化收益的产品的同时 还能够不错的 这个担保大家的风险 P2P这行业做大了以后 也有很多大的企业加入进来 像最近这个陆金所 做的一个这个P2P 然后阿里小贷也是加入进来 对于这方面的竞争 你们是这个怎么看待 其实呢 我对这方面的竞争呢 有大概两个这样的一个感觉了 就第一点呢 其实你刚刚说到 比如像陆金所 像阿里小贷 当阿里小贷 它是小要贷款 它不是一个P2P 比如说京东是 说它自己要做一个P2P 但每个公司呢 其实它都是基于自己的优势 来做的这样一种业务 比如说陆金所 它是只跟平安内部的 小要贷款公司 进行一个合作 那京东的P2P呢 显而易见呢 它也是要成全化 它自己平台上的一些 心态资产 比如说大家的这个 客户群体呢 并不是那个完全的一个 就是在竞争的 一个状态当中 每个人呢 都是做自己这一块 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相信 你也可以理解的 就是金融这个东西 在世界上是没有垄断的 连寡头觉得很难出现 为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行业的 这个市场规模 实在是太大了 你对未来这个 公司的展望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们是希望 通过能够不断地 扩大这个业务规模 尽可能多地积累这个数据 能够尽可能早地 反向输出我们 这种量化数据这个能力 我们觉得呢 在今年年底之前呢 可能做到大概 四亿到五亿左右的 交易规模 明年我们的业绩目标 可能30到50亿左右 两年时间 网络贷款公司 从无到有 再到商业模式的翻新 其发展至迅速令人惊叹 但细细分析 这种势头背后 必定少不了 像小贷公司 消费金融公司 这样的传统民间 金融力量在推动 从这个角度来看 有利网确实是抢先一步 但其他的网贷公司 和网贷平台 一定会给市场 带来新的惊喜 未来行业的激烈竞争 指日可待